他是不是在生气我没有摸过他 被艺人小S打开玩笑 曾在演艺圈盛世金钟奖担任 评审的国影中心高层 现在被控也是性骚扰惯犯 指寒文化协会执行长朱立熙 深夜在脸书发文 指控有多名女主播女记者受害 这位高层在电视台任职时 盗用四人Email密码 在半夜发信给女记者与主播 使用文字性骚扰 遭指控的国影中心高层 曾任报社记者更担任过 电视台新闻制作人和电台主持人 但她在电视台及报社工作期间 遭指控向女记者说 对性学是家学渊源 可以给临床指导 对此之喊文化协会执行长 朱立熙还放话 如果认为我污蔑她 欢迎对我提告 痛批文化部的公帑 是来自人民的税金 不应该用在豢养这种人身上 遭控的这位国影中心高层透露 对此先不回应 会采取法律行动 文化部则表示将以严肃谨慎方式处理 迷途风暴越演越烈 许多人的黑历史陆续被挖出 恐怕将持续延烧 这周天解阳宗殿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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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